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愿意执行你 阿乐 如今朝堂之上 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 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 若是想掌控天下 无非手握权柄还有名义 当弟子园化身为任安乐 本就是以身为耳 若我不入漩涡之中 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季 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 他才会露出马脚 我才能借信真相 可我怕你身陷其中 忘了复仇 寒夜之理江南水患 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 都当得一个好处军 但灭我八万将士 还有灭我九族的人 正是寒家 他 是寒夜 明白就好 这么些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他何时年前有无变化 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 他大概是不会下山了 梨家满门被斩 就在这儿静安侯府 紫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我不敢想 却也不敢不想 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 假装这是一场梦 我知道 也记得 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 回京后却只能夜夜升格 日日宿醉 你不必如此 回来这里 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当年在这片池塘 紫园救过我 那样的紫园 是不会轻易变成地承恩的 沐青 我尝过了甜 就不想再吃苦了 我想成为真正的弟子人 大静的太子妃 京城中最最最最最 最让人羡慕的日子 只要有假的弟子园在 无论谁看我都是一见水匪人安乐 垂涎太子的美色和权贵 直奔太子妃而来 谁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弟子园 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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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园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如此陌生 明晰哥哥 紫园 你还记得 靖南的长丝花吗 是我父亲为母亲种的花 小时候花园里看若漫天烦心 只是入社京城之后 就再未见过了 复仇之事事关八万人的清白 我们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既不知成败 也不知此生命归何处 至于这场死花 可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